大家好,下禮拜最重要就是合作即將展開 幫大家稍微整理有哪些重要的資訊 第一個合作四周,每一周登錄都可以獲得合作召喚券一張 那記得合作期間都要登錄 第二個這次合作系列的大獎 他們會再開放進化的型態,大家再期待一下囉 第三個,這一次的合作是有專屬龍克武裝 首次完成十抽系列的昇華也會送一個龍蚊款式的 然後再來這次合作也有超技角色的特殊卡片獲得 在合作期間總共可以獲得80張 那其實大概30幾張就可以練到滿技了 那玩家可以在合作期間參與活動獲得角色 而這個超技角色之後也有進一步異空轉身的型態 然後如果角色覺得不夠的話也可以參考禮包 這個禮包就是關於合作的超技角色 每個玩家限購兩次可以直接獲得超技角色的滿登滿技 以及他這隻角色也有專屬龍克武裝可以獲得一套 然後再來回到合作也有他們很多的合作的任務 以及故事任務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是合作的迎擊戰即將展開 那迎擊戰算是比較長時間的工會活動 好啦那麼以上這些是比較關於合作的部分 再來再來配合合作也有相關的禮包要來去推出 第一個儲值送好禮 玩家單比儲值6顆以上魔法師 可以額外再獲得合作抽卡機會一次 然後這個儲值送好禮也可以搭配禮包購買 那禮包的部分有一個是合作專屬的龍克武裝禮包 這次10抽限定角色的龍克武裝 可以透過禮包的方式直接全部獲得 玩家一共可以購買5次 然後裡面內容就是龍克武裝一套 7隻角色加上7種類型 裡面有一隻角色我記得是沒有龍克武裝的 然後以及龍克寶箱50個 然後再來 這次合作也有專屬的戀技小怪禮包 如果想要快速速成這次合作的10抽系列卡片 也可以透過禮包的方式來去購買 再來下一個比較偏魔法師相關的 準備了4種不同的價位禮包 然後這些價位都有他們等值的魔法師之外 也會有額外其他的遊戲虛保 那如果這個時候需要魔法師的玩家們 也可以搭配一起購買 而再來最後就是合作的桌布禮包 這次的合作當中不知道是否又勾起各位的回憶 如果有喜歡指定角色主題桌布的話 那這個禮包也可以考慮看看是否要購買喔 那麼以上這些是跟合作比較有關係的部分 再來要講解其他的部分 第一個要說的是在下禮拜就是第五季的通行證 那這個通行證是全新召喚獸瑪格莉特 以及配合著購買付費方案也可以解鎖豪華獎勵 然後也會有這一個我自己覺得還不錯的 目屬性妖精專用的武裝龍克喔 然後再來除了合作的關卡之外 像下禮拜一也會有複科的雙周 然後除了複科的雙周之外 也有一個複科的地獄集 挑戰的是這張科普蘭 好那麼關卡的部分就到這邊 剩下一些日常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 每天登入魔法時 在下禮拜一到禮拜五登入都會有一顆 一共可以獲得五顆 然後第二個 至聖的全員 在下禮拜六到禮拜天登入的話 可以獲得體力回復記憶之 那記得這是有時間限制的 最後一個體力滿滿 在下禮拜會有兩個時段 在這兩個時段 首次使用魔法時回復體力 都可以額外獲得體力回復記憶之 那兩個時段最多可以獲得兩隻 好啦那麼以上這些活動資訊 是下禮拜的活動內容 今天的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再見囉